我們去年的研究證實了說 整個有性生殖有個有性生殖的過程 這個可能跟它的生殖 跟這個藍眼淚的出發爆發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今年我們發覺一個更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當這個藍眼淚 我們可以知道它來去無中 它走的時候突然就不見了 那怎麼不見的呢 後來我們就發覺說 有性生殖的過程當中 大概整個有性生殖的過程 大概是20小時就是一天 那到了最後階段的時候 所有的配置放出來以後呢 那它的母體呢 它的生殖細胞呢 或者說是它的藍眼淚呢 就萎縮死掉 那大家可以由這個影片中看到 那個大概就一分鐘的時間 大概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可以瞬間讓一個很大群的藍眼淚 就連續的就很快就消失掉了 那明年我們的研究重點會擺在說 它是這個放出去配置呢 最後會在哪裡出現 馬祖的藍眼淚是非常夢幻 被CNN報導為醫生避堪的四五大生態景觀 它的照片也上了美國太空種族納薩的一個光網 那這幾年大家對於米一樣的藍眼淚的一個整個生態 透過海大的研究團隊 慢慢了解它整個藍眼淚的一個生態 在每年三月到七月 因為米漿漿水帶來的一個營養鹽造成細少的大量繁殖 造成這個夜觀中的一個生長造就了藍眼淚 然後可以產生這種夢幻的這個狀況 那這幾年馬祖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熱門非常貪的一個旅遊地區 每年的三到七八月正是藍眼淚最夢幻的季節 那除了藍眼淚 馬祖還有非常豐富的生態文化 還有島嶺的美景美食美酒 我們跟文化組織會也積極的推動馬祖國際藝術道計畫 在明年的二月十二號正式開打 把馬祖幾十年來積累的一個許多美好獨特的文化歷史跟國人分享 再次特別邀請國人同胞跳島來馬祖 就是渡海來馬祖跳島旅遊 來欣賞馬祖的生態文化跟歷史 歡迎大家